就對他們說來跟從我 我要叫你們德人如德語一樣 二十節 他們就立刻捨了王 跟從了他 他們捨了王跟從了他 對漁夫來說 王就是他的事業 就是他的全部 就是他人生的職業 所以他們就立刻捨了王 跟從了耶穌 他們決定犧牲人生最重要的東西 過去他們雖然遇見過耶穌 但是直到如今 他們才是真正成為耶穌的門徒 他們為了跟隨耶穌 犧牲了人生重要的東西 那這就是真正做門徒的時刻 那什麼是跟從耶穌呢 什麼叫做跟從耶穌 如果耶穌帶你到哪裡 你就都要跟著到哪裡 耶穌叫你下到監獄裡面 你就下到監獄裡面 絕書要我們上高山 我們就隨著他上高山 不管附上任何的犧牲還有代價 我們就立立心志 跟著他走 跟從他 所以門徒是什麼 門徒的意思就是跟隨者 跟隨者 耶穌到哪裡 我們就跟到哪裡 那彼得安德烈 就是放下自己人生的選擇 他們跟隨了耶穌 跟隨了耶穌 接受耶穌在他們生命中的一個安排 然後再 最後當耶穌要被第四架以前 又三次不認主了 他否定主 意思說什麼呢 他跟了一半又停了 跟了一半又跌倒了 但是耶穌是不是就放棄他了呢 耶穌沒有放棄彼得 耶穌沒有放棄曾經失敗的彼得 耶穌又一次來找彼得 然後再一次的對他說同樣的話 來跟從我 這樣的記載在哪裡呢 就在約翰福音第21章 21章就是記載這位復活的耶穌 來尋找三次否認耶穌的彼得 當耶穌死在世日下上 三日後從世日誤活 在21章第二節到第三節 這裡就講到 又彼得又出現 主耶穌誤活之後 彼得說了這很有趣的話 在21章第三節 西門彼得就對他的同伴說 我打一去 我打一去 其他人提的就是我們也跟你 彼得是一個有領導力 有影響力的人 但是他做了一個決定 他要回去打一去 你看最早 耶穌要彼得來跟隨他的時候 是怎麼說的呢 所以說說 你來跟從我之後 我要讓你成為得人的漁夫 你不再只是打漁 你要去救人 你要使人成為屬神的人 也就是你要向人傳福音 你要讓他們成為耶穌的門徒 你要成為一個為神的國而國的人 但是耶穌基督護我之後 彼得怎麼說呢 我要像從前這樣再去打魚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候 感到失敗的彼得 感到挫折的彼得 他覺得他不再走 他人生的未來 他往後去 他向著背後去 他要回去打魚 回到加利利 如果我們的人生 曾經遭遇到重大的挫敗 或者是感到羞愧的經驗 人都會有這樣的一個傾向 往自己的家裡走 是不是 想要回到自己的故鄉裡面去 做原來 做過去 同樣的事 舅基督真的就會去打魚了 但是他打到魚了沒有 他沒有打到魚 他一條魚都沒有打到 他真的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如果他打到的話 那他就會覺得 對 這就是我該做的事 我說嘛 最專長的就是打魚 可是他一條魚都沒有打到魚 那這時候耶穌又出現 耶穌就來找他 第六節 耶穌叫他把網撒在船的右邊 結果呢 就捉到了很多的魚 很多的魚 這時候彼得有沒有說 哇很多的魚 可以賣很多的錢 沒有 彼得眼睛一亮 看見對他說話的是誰 他說是主 他是主 這附和的主來找彼得 跟他做什麼 如果是我們 你想 我們會對彼得做什麼樣的事 你這個臭小子 他可能會罵他 可能會責備他 可能會跟他理論 你到底 你到底在搞什麼 老是說要跟隨我 老是說 老是常常就背著我走 你無業無故的又背叛我 我該怎麼樣的來處理你 我怎麼樣的來修理你 如果是人 一般人的話 我想 大概就會發生這樣的事 但是耶穌不是 你看耶穌的反應是很奇怪的 耶穌怎麼樣 耶穌就在海邊 抓了魚 就在那裡 立備了一個烤魚的宴行 然後說 大家來吃 請他們吃飯 各位 今天如果有人得罪你的話 你想找他的麻煩 記得你先要做什麼 你要先請他吃飯 那吃飯的當中什麼都不能說 為什麼 因為你一說就吃不下去 所以有話要等吃完了再說 這也是聖經的原則 我們從耶穌身上看見 讓他們都吃飽的時候 耶穌就對彼得說 彼得啊 來吃飯喔 我們一起來吃飯 那十五節 你看十五節他們吃完了飯 所以吃完了飯 耶穌才問他們問題 吃飯當中不要隨便的問問題 吃完的飯才問問題 然後 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比這個更深嗎 我們熟悉的話 耶穌就問彼得 彼得怎麼回答呢 彼得說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 那耶穌就對他說 你牧羊我的羊 那第二次 耶穌又第二次又對他說 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嗎 那彼得說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對他說 你牧羊我的小孩 第三次 對他說 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比這個更深嗎 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 這樣子問 他說我愛你 然後他心裡面 他就憂愁 他對耶穌說 主啊 你是無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愛你 主啊 你是無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愛你 各位你想想看 耶穌為什麼 一再的問 一再的問 因為每次當耶穌這樣的邀請 邀請彼得說 你餵羊我的羊 他看見 你的心裡的猶豫 真的嗎 我可以牧羊你的羊嗎 像我這樣子 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敗 我曾經三次不認你 我像我這樣的人 我還可以牧羊你的羊嗎 所以耶穌就再三的問 就是要讓彼得自己去找到答案 終於從彼得的口中說了 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愛你 各位 是的主是無所不知的 彼得你過去三次不認我 這是我所知道的 但是有一點是你不知道的 就是你現在愛我的心 也是我所知道的 還有就是過去我曾經提醒你 彼得你將有一個像白石一樣的未來 這些我不是早就跟你說過的嗎 各位 就算是我們曾經做錯 主要用的 誰是仍然愛你 你仍然被肯定 你知道嗎 對耶穌來說 過去發生的就讓他過去 但是唯一我要向你確定的是 到如今彼得你愛我嗎 你仍然是那位曾經為了跟隨我 而願意撇下一切來跟隨的彼得嗎 如果你仍然愛我的話 那就夠了 過去 過去 你怎麼樣看你自己 別人 怎麼樣的來說你 這都不重要 這不要緊 重要的是 你真的愛我的話 你就起來跟從我 主耶穌就用了三次 主耶穌就用了三次同樣的問題 就來肯定 彼得對耶穌的愛 然後在 在十九節這裡又一次提到 主再次的對他說 你跟從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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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 你要站起來 你要再次的來跟從我 你要一直的來跟從我 然後你要擔負我 托付給你的使命 並不因為彼得否認了耶穌 他失敗了耶穌 就放棄了他 希望大家能夠記住這樣的話 就算你否定了主 主也不可能放棄你 因為他愛你 他既然呼召了我們一次 他就會一直在我們的旁邊 他一定會一直守著你 他會因為他曾經呼召我們的緣故 他為了要讓我們人生得勝的緣故 他會守著我們 他會來尋找我們 縱使在過程當中我們會失敗 我們軟弱我們跌倒的經驗 但是一場比賽 最後的得分是非常要求的 最後的得勝才是最重要的 然後主耶穌就在期待 彼得在他人生當中 能夠經歷那最後的得勝 所以在第十九節最後 在這裡耶穌講的這些話 就指著彼得要怎麼樣使來榮耀神說的 各位這個就正如我們對彼得的了解 最後彼得的死是榮耀的死 他與殉道的死在神的面前得著的榮耀 你在那之前在十八節 耶穌說什麼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樹上帶子 隨意往來 但年少的時候 隨意往來 但年少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 別人要把你樹上 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 那這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彼得啊 年少的時候你是隨意而生活 雖然你說你是信耶穌的 但是你隨意的來生活 隨意你失敗了 你跌倒了 但是在你跌倒的時候 我要守著你 我讓你不能夠隨意的往來 我一定要緊緊的抓住你 我用我主動的權力來抓住你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讓你在最後得勝 我要讓你的最後成為榮耀神的一生 所以彼得你不要擔心 我饒恕了你 我知道如今我仍然愛你 但是我要向你確認的一件事情 你是我愛我的 你是我真的愛我的 如果你愛我 這就夠了 你站起來 你跟從我吧 彼得就通過他人生最後的階段 他榮耀了手 今天神也在我們當中 護照這樣的人 走向的人群 走向這樣的人當中 正在走向那些好像在海邊 做一些沒有用的事情 一些彷徨的人生 這樣的人的面前 楊茂對他們說 來跟從我 來跟從我 我要讓你成為得忍的漁夫 我要讓你成為一個為神的國而生活的人 過去你按著自己的意識生活 你曾經受傷了 你曾經失敗了 在你自己管理自己的日子 你經常懷疑自己的選擇 自己的能力 懷疑自己的價值 但是如今我要成為你的主 生命的主 我要帶領你走向生命的高峰 成為一個能夠充滿 你